你好呀,凯瑟琳 二位好,很高兴能在节日期间见到你们 那,有什么可以交给我们的委托吗? 嗯,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了 按照蒙德人的习惯,风花节的礼物应该由自己亲手准备 眼下,可以说正处于蒙德冒险家协会的运营淡机 大家都在享受甜蜜安逸的节日氛围 就连隔壁猫尾酒馆的小猫们,成天都粘在一起呢 哇,可恶啊 这种睡个懒觉后抱着一丝侥幸急匆匆出门 以为能买到限量发售的热门饮品 结果最后两份就在眼前被一对情侣抢走了的心情 不如二位也就此机会 旅行者,派忙,太好了,找到你们了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哇,沙糖 你怎么回事啦 见到好久不见的朋友,该是这种反应嘛 并不是风花节意义上的那种帮忙 呃,我该怎么解释 总之,沙糖你就放心说下去好了 我们也正愁闲得没事做,对吧 好 是这样的,今年我被骑士团评选为了风花节特邀大使 要在这个象征感恩与爱的节日里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不错嘛,不过这个是怎么评的 用一个天使的馈赠赞助的空酒瓶对着一张写满名单的圆形图转 停下来时,瓶口对准谁就是谁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大家都说这是为了保持公平 让每个人都有概率成为风花节特邀大使 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 刚开始那段时间还有点怯场 但能得到这个头衔,我很开心 好在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鼓劲的方法 看这个 室馆 嗯,每做一件好事 就请被帮助的人往室馆里呼气 这样我就能收集去许多幸福的呼吸 听着好神奇 沙唐是要拿它来做研究吗 对,我相信它是非常珍贵的素材 通过炼金术的改造 或许能够诞生奇迹 哇,你是在故意引诱我吗 想想我就要流口水了 会比那些更厉害哦 但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撑前 我还没法告诉你们定论 炼金术是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目前的话 还缺最后的一口幸福呼吸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个很好解决了 你请我吃一顿甜甜花酿鸡 我就能吹出你想要的东西了 哼,我已经在用自己的头脑帮忙了 还是说 砂糖想要的是更隆重 严肃一点的 幸福含量的高低与是否严肃无关 打个比方 你们亲手栽培过东西吗 就像甜美的果实需要时间和汗水酝酿 收获的喜悦和历经的艰辛 往往会成正比 对我自己来说 花上几个月时间 研制出一项效果稳定的药水 那种幸福感才撑得上特别吧 为了获取到特别的幸福含量 我也得想办法 为别人完成一件足够有挑战性的任务 哦,我明白了 说了半天 原来帮忙的内容 是要去找需要帮忙的人 这也太难了吧 现在可是风花节呀 可荣誉骑士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如果连你们都没有办法 哦,你说得对 嗯,好吧 既然他这么说 我也处处力 嗯,咚咚嘴好了 看在这份上 要是最后实在不行 我还能有一顿甜甜花酿鸡吃吗 旅行者 这可是感恩与爱的节日 你总不会拒绝我吧 沙唐小姐,能过来一下吗 刚倒了一份你的包裹 哦,好的 我去去就来 我没看错吧 那个背影是 可莱 可莱什么时候来蒙德的 快去和他打个招呼吧 可莱 可莱 是你们呀 好巧 你这是在发什么呆呀 知道什么麻烦了吗 嗯,别担心 你们不存在的花 找到绝不迷失的指路者 找到一个不撒谎的人 找到永不结束的传说 一共四个条件 呢 给你们看 我问过店主小姐 可她也不知道纸条的事 哦,你好 猫妹问一下 童话书的名字 是什么 啊,叫野猪公主 这就有些奇怪了 野猪公主我也读过 说明纸条跟故事本身 并没有联系 嗯 他是你们认识的人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沙唐 是西风启事团炼金术士 这位是柯莱 在虚密的道成林 担任剑袭巡礼员 你好 你,你好 坏了 两个人都好腼腆 这下要冷场了 沙唐小姐 请问你认为这个寓言 会是真的吗 我,我缺乏对她的研究 无法给出有理有据的推论 但如果你愿意听听我主观的判断 我觉得它不至于是恶作剧 心怀同心与诗意的人 才会翻看童话故事 留下预言的人 多半也明白这一点 如果是用谎言来破坏这份纯真 就太无情了 真是个了不起的角度 我很喜欢 是啊是啊 怎么能伤害小孩子嘛 那 沙唐小姐觉得 祝福又会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 真要我说的话 可能是能实现愿望的 清灵之类的吧 我读的童话故事不算很多 你只能当它是猜想 缺乏资料和研究 连参考都不一定能称得上 哇 这个猜想好厉害 想追问下去 可我一直提问的话 会不会被嫌烦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 该说些什么才好 啊 是 是的 如果 可以的话 那 克莱小姐的愿望是 嗯 我想许愿 那 让我的性格变好一点 啊 啊 啊 不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想 克莱的性格 哪里不好了啦 谢谢你这么说 但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 克莱 这个声音 是 是 克莱 哇 你这次到得够早的呀 还好我眼尖 远远看到你的绿色头发 才没凑过第一时间见你 安博 你 你最近好不好 上次带给你的口袋饼 都已经吃完了吗 当然 克莱的手艺也越来越好了呢 哦 听你们这个语气 克莱之前就来过蒙德了 嗯 很久以前 我在蒙德城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自从身上的魔灵病好了之后 我就找了机会回到蒙德 和大家亲口报了喜讯 谢谢 谢谢 吉威 不介意的话 要不我先带克莱随处转转 陪他逛逛之前没时间去的地方 哦 我当然没问题 你们请你们请 那个 嗯 安博 不好意思 我和旅伴们约好了 一会儿要在城门口会合 现在没法和你外出 哦 明白了 那你们就先休息一下 我也赶紧去找秦团长请个假 嗯 嗯 旅行者 沙唐 能麻烦你们先照顾会儿克莱吗 稍晚一些我会回来接他出去玩 这次就多带他认识些蒙德的朋友们 嗯 没问题 好 那一会儿见 嗯 嗯 嗯 没事吧 克莱 你看上去好失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有点没底气 不用太在意我 哦 安博的朋友 我真的能够相处得好吗 明明就连这位沙唐小姐 我也说不上几句话 要是我能够更有自信 或许就能交到更多朋友了吧 啊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去城门口看看吧 啊 又看到大型风车了 真亲戚 李姐 距离你上次来蒙德隔了很久吧 不是 你想 风车应该也能算得上是一种 大风机关吧 哎 哎 脑筋脑筋 那么难转过来吗 就是说 大风机关和 起那里 塞诺 这边这边 啊 见到你们真好 这位是 是沙唐小姐 师傅 她是西风骑士团的练经术士 我们才认识不久 沙唐 这是我的师傅提纳里 她是虚弥工人的优秀巡灵官 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植物学家 可来太夸张了 你好 我是提纳里 啊 原来你也有位老师 您好提纳里先生 很高兴认识您 是的 老师很渊博 我 这位是 这位是 就职于虚弥教灵院的大风机关 塞诺大人 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 您好 容我先说一句 这次我们都是以私人身份出访 请蒙德的各位 不要太在意我们的职业 可来也记住不要加大人了 非要加个后缀 就选先生吧 嗯 我们没有任何要事 就是陪可来过来玩的 说是陪我 根本就是你们非要跟来 可来是我们重要的同伴 虚弥到蒙德路途遥远 我们必须保护他的安全 我明明都一个人来过好几次了 你不在 大风机关的工作不要紧吗 没问题 我把我负责的事 暂时委托给了下属和两位非常可靠的帮手 等等 这么说来 沙唐你好像 可来也发现了吗 其实我担任着天才炼金术士 这是阿贝多先生的助手 跟你的身份有点像哦 沙唐 天才这种词还是不要用了 不要给宾客们留下过于夸张的第一印象 阿贝多先生 但我说的就是客观情况吗 哇 阿贝多也来了 这下热闹了 既然沙唐小姐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生物炼金 请问 您是否了解嘟嘟莲的解读作用机制呢 等等 那么快就要进入我听不懂的话题了吗 哦 嘟嘟莲是蒙德区域的特产 我确实做过专题研究 提那里先生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书面报告翻出来给您看 说好出门旅游 却还在想改良草药配方的事 不是说了 我们三个这次出远门都用新身份吗 新身份是什么身份 我是擅长沙地探索的冒险家赛诺 提那里是盗宝团技术顾问提那里 可来是云游的音乐家 超有意思 我倒希望道成您的那些冒险家 没事可以来蒙德旅旅游 木风蘑菇口感是差了点 至少不会让人上吐下泄 提那里先生是想提取嘟嘟莲的某些成分 制作成针对性的解药吗 对 沿途收集研究了一番 我觉得值得一试 我理解了 但并不是我想泼凝冷水 药物的相互作用 原本就需要大量实验数据进行支撑 整体研发的周期不太好估算 再考虑到材料的购置和运输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敢在各位回去之前完成 那我也来帮忙吧 阿贝多先生 抱歉 这才加入各位的讨论 针对有毒训类的解药 对吧 提那里先生如果手头有相关样本 或是其他文本资料的话 稍后可以移并给我看一下吗 另外在那之前 我想请三位先看看这个 时速安排 阿贝多是在一边偷偷写这个吗 我都没注意 哪里 几位冒险家 技术顾问和音乐家远道而来 还不忘探讨专业知识 我本不该贸然打断的 是在太师里了 话虽如此 在蒙德的行程 还是应该让熟悉当地衣食住行的人来规划 看下来有哪里不合心意吗 可以随时调整 太客气了 你的安排很完美 已经很棒了啦 连我都想蹭吃蹭喝了呢 所以才叫蹭吃蹭喝嘛 很周到 冒险家 技术顾问和音乐家都很满意 谢谢 那我们也想下厨 小祖餐这里 改成集体野炊如何 我来帮忙搭帐帐 我也可以帮忙 我 我带他去猎路人餐馆 为大家买点钱菜 蒙德的冷肉拼盘可有特色啦 好 那就这样安排 我和沙唐送三位宾客 去旅店稍作歇喜 两位 傍晚时候 我们湖边见 莎拉小姐 要一份猎路人特制冷肉拼盘 好的 冷肉拼盘一份 别的还有什么需要吗 他 他在问我别的需要耶 哇 你还记得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我要把甜甜花酿剂里的甜甜花 当作风枝花献给你 放心好了 对待吃的问题 我从不含糊 请两位稍等 嗯 哇 太满足了 如果这是风花节才有的好事 我希望天天都是风花节 嗯 人都到齐了 没有没有 是我们正巧空闲着 就提前来布置了一番 帐篷是科莱达的 绳子绑得又快又结实 一看就是专业手法 嗯 我除了低材料 几乎帮不上忙 嗯 谢谢 这也是多亏了师父和塞诺先生平时的教导 没错 我们优秀冒险家是这样的 真是够了 行了 再互相吹捧一轮 月亮都要升起来了 大家都坐 嗯 刚才那道黄油煎鱼真不错 我没看做法 但鲜味好像不止来源于鱼肉本身 正是 有更进一步的推测吗 我回忆一下 气味纯粹 不像是附和香辛料 闻起来相对陌生 像是蒙德特产 能够入菜的蒙德植物里 嘟嘟莲一般用于汤羹 嗯 小灯草 没错 我很早前听说 虚弥的奶酱鲜鱼 种在通过柔和的口感 突出鱼肉鲜嫩的特点 蒙德在香辛料的搭配上 不及虚弥繁复多变 但以天然配料凸显食材特色的道理 仍是相通的 我很喜欢 不知具体的配比 我写份食谱给你 一会儿有人想尝尝我做的营养餐吗 我要一份 哦 克莱呢 你好像吃的不多 是这两天胃口不好吗 啊 我饭量原本就不大 呃 嗯 哪天 就刚过石门那天 唉 萨诺 你眼花了吧 还是帽子挡住眼睛了 我都是用飞的 从来都不会在地上走路呀 嗯 嗯 这样啊 我还以为是派蒙你吃了很多 洛洛梅 不好笑吗 因为洛洛梅的洛 让派蒙落在了地上 唉 这是互相认识的一环吧 往毫里想 赛诺确实把各位当作朋友 要对这个假说做个实验吗 什么东西 蒙德原生植物 是否会对漂浮生命体的身体机能 产生系统性影响 哦 不要把我当成实验品嘛 再说按照你们的逻辑 难道我吃了顿顿糖 就会变成那种胖嘟嘟的样子吗 哦啊 连你也这样 哈哈 比起赛诺先生的笑话 还是旅行者和派蒙的对话更让人开心 你对我有偏见 一定是长期累积的 赛诺来蒙德之后 好像变开朗了不少呢 和在虚迷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冒险家赛诺 啊 不好笑吗 唉 也是 你们在虚迷那段时间 只见过他工作的状态 其实他心情好的时候 一直是这样 对对 我也可以作证 吃饭时偶尔抱怨晚太浅 不好装菜什么的 反正会说些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我明白了 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之前我是大风寄官赛诺 现在开始 请把我当作冒险家赛诺 对 就是这样 对啊 一直重复自己觉得有趣的句子 直到你们接受 也就是说 有两种状态 哇 好有趣 像物质转换一样自由 我也想学会这招 会变成极度认真的沙糖 和一直发呆的沙糖吧 对了 岂未把出行目的地 选在蒙德是有什么要做的事吗 啊 之前我听丽莎说 风花节是蒙德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我想借此机会 为大家献上饱含敬爱之情的风之花 感谢他们过去对我的照顾 有机会出来走走 结交更多新朋友 对柯莱来说也是好事 对高高 啊 刚才那句话 像是在叫他柯莱来 类似的格式 我还听过对高高 不过 在提瓦特大陆上 似乎还是勾勾果这样的命名规则更多 至于我的话 哇 这种让人冷到不知怎么接话的场面 他居然面不改色地继续说下去了 最近虚迷变化比较大 工作总算轻松下来 唉 难得休假的机会 既能陪同柯莱 又能顺道看看蒙德的各色洞植物 回头多做分享 一举两得 那萨诺呢 护送柯莱 借口 这个真的是借口 七圣召唤的 定制版牌背 果然还有别的目的啊 你们都打过七圣召唤吧 不愧是我的朋友 你很优秀 有了换牌背的念头之后 我四处打听 最后决定请传说中的白鹅老师出山 身在虚迷 你参加过荣采集的到期牌友 则田告诉我 白鹅老师是蒙德人 可以去蒙德碰碰运气 白鹅老师 那不就是 怎么 是你们的朋友吗 原来如此 你是为了找白鹅 才特意过来蒙德 不 不能这么说 主要还是为了护送克莱过来 才不是 克莱偷偷跑来蒙德好几次了 你只有这次跟来了 别只说我 你自己不也是吗 如果我那位作家朋友在场的话 他恐怕会说 这是无巧不成书吧 你要承认了吗 等等 难道您就是白鹅老师 新认识的朋友 用笔名称呼我 为民有些不合适 叫我阿贝多就好 什么 您就是白鹅老师 赛诺这家伙 最近天天都在念叨你 说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帮忙 设计一版牌背 别说出来 一般来说 我不怎么接受私人定制委托 但经过一番接触 我已经把各位当朋友看待了 各位都是有趣又渊博的人 而且 赛诺对七圣召唤的热爱非比寻常 这点从眼神中就看得出来 这是当然 辛苦你专程从须弥过来找我了 既然如此 我很荣幸能接到这份委托 哇 你的老师真亲切呀 就像提娜里先生给我的感觉呢 嗯 应该说他们性格不太一样 但气质上略有相似 那么 我该为这张天上有地下无的传世之座 准备多少筹金 应该不至于成为传世之座吧 能放在我七圣召唤牌背上的话 一定是传世之座 请允许我这么说 随他去吧 他们打牌爱好者都这样 原来如此 是信仰啊 嗯 那我还想再听几个笑话 笑话 你喜欢我的笑话吗 挺喜欢的 可是你刚刚根本没笑啊 笑不笑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很有趣 我打断一下 你们有没有闻见什么奇怪的味道 啊 我的营养餐 没事吧 要我们一起过来看看吗 哦 还好还好 只有底部焦了 锅具洗洗还能用 多亏了提娜里嗅觉灵敏 啊 难道说 这也是在野锤中时尚会发生的事吗 哦 有点对不起赛诺先生 只能改天重新再做一次了 啊对了 有件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克莱 似乎一直有些忧郁 在大家聊天的时候 也不怎么提得起精神 还记得那个纸条吗 我刚才突然有个想法 我想要解开这个谜 把接受祝福的机会送给克莱 啊 需要帮忙的人 嗯 嗯 对 或许她会愿意往我的试管里吹一口气 啊不 这还是留到最后再说 实验进展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但我更想看到她开心的样子 好呀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真的吗 请和我说实话 你们也觉得这个预言是可靠的吧 呃 呃 呃 对对 好 我们就在蒙德城的炼金台见吧 我会先思考起来 呃 来了 真可惜 你们错过了刚才那个关于风车的笑话 听 我不想听第五遍了 哎 越这么说我就越在意 到底是什么啦 哎 你不是说想见识一下东风之龙吗 准备什么时候去 明早吧 你呢 怎么安排 我准备上山散散步 采集一些植物做标本 有我陪同如何 我也想为排备图案 收集一些新的灵感 找到了找到了 我就说这里不该有篝火嘛 哇 眼力真好 不愧是侦察骑士 啊 难道我们不小心违反了什么安全用火规定吗 这倒没有 虽然缺少了报备流程 但有两位炼金术士在 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嘿嘿 哦 对 自我介绍 我叫安博 这位是游击小队队长 优拉 是我的朋友 晚上好 几位都是克莱的熟人 对吧 很高兴见到你们 幸会幸会 安博和优拉 我听克莱提起过二位 真的 他夸我们了没 你上次不是问过了吗 当然夸了 基本上 只要一有书信往来 就能听说你们的消息 哈哈哈 那太感谢了 对 我们是来接克莱的 就不耽误大家继续聊天了 走吧 克莱 带你去几个风景特别漂亮的好地方 好的 他还是那么风风活活 诶 塞诺认识安博吗 嗯 以前见过 他是克莱非常重要的朋友 我们也都很感谢他 安博那种活泼万象的性格 感觉无论和谁都能成为好朋友呢 嗯 今天时间不早了 明日还有很多安排 大家回去后好好休息 嗯 我来一起收拾 你是不是想去找卖畅的缺炎纸条里的内容呀 嘿嘿 我还是很懂你的嘛 这个时间点 他应该在酒馆附近吧 我们直接去赌门好了 呦呼 好久不见 卖畅的 就知道你又在喝酒 快把杯子放下来认真一点 我们可是有重要的事要问你呢 嗯 嗯 怎么样怎么样 你忘记了吗 现在是风花节期间哦 可不能随便找人帮忙呢 那你不要告诉我们答案 只要告诉我们这件事值不值得尝试就好了 是想要一些小小的暗示喽 哼 我喜欢你的回答 留下这个预言的人非常厉害 如果能解开这个谜底 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啊 另外嘛 我也知道灯在哪里 等你们把那四样东西找得差不多 我就把地点写给你们 很贴心吧 哼 反正我也没指望你能说出多少线索 你就继续吹着风喝你的美酒吧 哦 好伤心啊 在派蒙眼里 我就像个无所事事的醉恨了呢 赢游试明明还是有很多事要做的 享受生活只能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 等结束之后 要不要来陪我喝一杯 就当是我也请你帮个忙吧 不存在的话 嗯 不存在的话 沙唐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个 哦 哦 我想先听坏的那个 哦 一般人不应该都选开心的那个吗 呃 总之 我们去找风起地的清风占卜了一下 风说谜题是有意义的 你的想法很好 值得去做 这个听上去不像是坏消息 那 真正的坏消息是什么呢 坏消息被我吃掉了 嘿嘿 嗯 都 都怪赛诺 要是不好笑就都怪赛诺 嘿嘿 没关系 那我就放心了 啊 说回我刚才思考的问题 我想 不存在的花一定是人工培育种 但这样的花 与其说是不存在 不如说是现有品种的变体 这么说来 一切有机可循的东西 是不是都不能被称为不存在 可谁能知道什么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呢 这个命题的深意又是什么呢 哇 别 别再问了 我的脑袋要爆炸了 嗯 回到具体的猜想上来 不存在的花 我想可能是炼金术的产物 阿贝多先生或许会知道答案 但一上来就问他的话 相当于在考试的时候直接询问老师 这样就失去了追求真理的意义 嗯 我还是想先自己思考 会不会是风之花呢 哦 这么说 有这种可能性 风之花并不是一个被具体定义了的花朵 每个人都能自由决定心目中的风之花 也可以说 真正的风之花并不存在 或许也是一个方向 我记下了 我这就回去查找文献 哇 我竟然起到了作用 说不好是甜甜花酿鸡的功劳 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前期准备 不如 两天后我们再在这里碰面吧 好呀 好呀 我们也会帮着想想剩下三个谜题的答案 不过 我们三个忙活这些 不用提前告诉克莱吗 我本想给她留一些惊喜 又不想让她的期待落空 嗯 派蒙说得也对 我会思考好措辞 在这两天里找机会告诉她的 嗯 那也辛苦你们了 不管什么样的日落和 都不可能离我爱的这种更前 蒙大城能够是二十 看了 等会儿 吧 等会儿 你也不怕其他 小时候回你的话 我去拿个谱形 我会骗你了 小时候太大了 你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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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你放过去 我去把你放过去 你放过去